当然是for Windows 如果你们假设是用Mac 你可能要自己去找一下其他的类似的 因为像这种程式其实很多都是免费的 只是说可能要不同环境不同平台 它可能要有不同解决的方法 不过大致上都雷同 开启的话就直接把它open 然后找到我们DB01这边 就把它开起来就OK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导正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create table 因为如果说你不小心又执行一次的话 这个地方它的编号会怎么样 它的编号就会重复了 所以重复的话那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边的话给我重run一下 我刚不想把它关我把它再打开 你会发现Browse DB 编号二号又重复了 所以你不小心又重复了 所以理论上应该把它修正一下 我们把这个改一下 那改什么呢 第一个 把table01改成table02好了 换一个名称 因为我们另外再产生一个新的表格 那number的话呢 特别注意 因为我希望能够自动加1 所以自动加1你用test test没办法加减 所以你必须把形态改成整数 整数的话呢 在Python里面叫int 不过在那个资料库叫integer integer 一样是int integer 这样子 大小写都可以 不过我喜欢打大写 integer 空一格的话呢 后面 那还有一点就是不能重复 不能重复你要跟他讲说 这一个栏位他是key key的话呢你要加一个什么 primate key primate marry 空一格加一个key key 跟他讲说 这一栏哦 他是primate key哦 他就是key 就不能重复哦 重复你要出现 要让我知道他有错误 空一格之后的话呢 另外还有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这一个栏哦 因为我有的时候不知道说我这个号码 到底编到几号 那我跟他讲说 干脆呢 你帮我 自动编号 自动编号呢 有一个 关键的字叫autoincreement 不过这个字很容易拼错 auto increement m e n t increement ok autoincreement ok 我看有没有拼错 拼错就 这边有的参考 autoincreement 有没有 如果你刚刚这个字 不会拼的话 云端上也有啦 所以这一些 就是integer primate key 然后呢 autoincreement ok 这样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都是seql标本语法 但是有些资料库 他没有支援autoincreement 大部分都有支援 好 所以这一个栏位的话呢 你就不用去insert 不用给他值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做什么 特别注意要这个ok了 所以table02嘛 然后number就是自动帧号 然后呢 这个电话就是文字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怎样 在insert into的时候呢 你就不能给他什么 这个栏位的值 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就要拿掉 但是呢 请记得 如果呢 你要输入insert into table 那你这边的话特别重要 在values前面 如果你两个栏位都要加资料 你前面可以不用栏位名称 但是如果你只要一个栏位的话 你必须加一个括弧 跟他讲说 我要新增到哪一个栏位呢 TEL 这个栏位名称的话 就是 来 ctrl - ok 接下来 这个 这个栏位名称 必须把它放到哪里 放到这里 跟他讲说 我只要放 放的话一定是table02 不要放错了 不要 之前有同学就 上面改 下面往后改 来 写 奇怪 怎么2没有 因为你写到1去了 ok 好 这样就ok了 试一下看看 执行看会不会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应该会产生什么 产生table02 并且把 资料放在table02里面 所以执行 ok 跑一下 不过理论上 这边应该再加一个print 新增成功算 不然每次都没有反应 感觉不知道对还是错 这边也许你可以 这样写入成功之类的 这样写入成功之类的 好 这样子ok 一个的嘛 第二个的话 也许你就是再改一下 789456 ok 随便写错位置 然后再把它乱一下 这个也许我把这个 再梳理一下 这边呢 好这样执行第二笔 如果成功它应该会跳什么 写入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不过有没有成功 其实我们先利用那个 SQLite Browse 然后 Browse Data看一下 重开它一下 你会发现这边 Data Structure 多一个了 而且呢 它的那个什么呢 Field这个栏位的 Type 改了 有没有 这个Integer Primary Key 这边有改了 然后呢 Data Structure 点下去 Browse Data 这边 切到Table 02 有没有 第一笔 第二笔 编号都不用给了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 自动在帮我 往下 不会有个缺点 你每次Run 都好像还要再一次 再跑一次 所以最好是干脆 你跑一个回圈好了 也许输入三次 那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在这边写一个回圈 就直接让我输入三个 那你要怎么写 4为圈 先试试看 请各位先试着把 刚刚的这个范例 第一个 把那个Table 01改Table 02 第二个的话呢 把Lumper改成Primary Key Integer Primary Key跟Auto Increment 并且的话呢 Insert Into的地方 这个地方必须要 给一个栏位名称 输入电话号码 乱乱看 这样的话呢 你的编号会自动编号 就几乎没有问题 不会像刚刚这样的 编号会重复就有问题 OK 试一下 那另外也许可以改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干脆跑个回圈 然后呢 让它怎么样 跳出去 请输入电话号码 然后让我输入三次 三个就对了 OK 那这要怎么改 很简单吧 在前面加一个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然后Range可能三吧 然后Enter 然后不过这边可能会有个变数 什么变数 这个变数 里面要放个X 假设X等于请输入编号 让它可以输入 输入完之后一笔 两笔三笔 输入完成 OK 试一下 请各位先 把刚刚的那个 这个这个 栏位的形态改一下 另外的话 试着看看能不能Run成功 这边说改 不能改错一个字 Sigaliva很麻烦 只要你改错一个字 这就容易出错了 试一下